国内生产总值99.1万亿元大数 比上年增长了6.1% 这符合年初提出的6-6.5% 6-6.5%的预期目标 这也明显高于全球的经济增速 中国增长6.1% 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冠军 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0892元 按年平均汇率折算 达到了10276美元 突破了1万美元的大关 实现了新的跨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